纽约时装96号开幕到现在 小妹已经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 蜡依旧美到发光的雾雷 蜡蜡长腿吸睛的 大秘密发型酷帅格无心 还有大厂男孩林艳俊如意传 对于非常之宁等等等等 But 这句号最吸引小妹注意力的 还是关小彤关小彤参加活动的造型 一直是吃瓜群中讨论了焦点 喘得稍又不慎 就会被网友拿出来做文章 这次去参见纽约时装周的关小彤 选择了印花长裙 客观评价 小妹觉得相比之前的红毯礼服 进步了一个大台阶 大家一起来评评这组工作室经修图 身材很高强 满屏都是大长腿这张腿长 至少得有三米 P图是有些过分了哈哈 比较精彩的事 关小彤的这身衣服在纽约时装周 和别人还撞杀了 韩国BLACKP 成员金设置关小彤正面干上了 BUT 小妹觉得 关小彤这一次没有输暗身高小脸优势 还是蛮明显的感受一下 万王之灾 粗和赛琳那的破刺圆壁铜矿 也不错 然而 这次稳定发挥的关小童没能上热搜 倒是被老干妈抢了风头老干妈 蜂蜜国外这件事小妹是知道的 毕竟 蜡像在国外奢侈品网站 已经被精彩为新奢调微品 在我们自己国家便宜的美味 外国人要花着高昂的价格买来 甚至还有外国网友在Facebook上成立了 L-A-O-G-A-M-M-A-P-P-R-E-C-I-A-G-I-O-N-S-O-C-Y-E-T-Y 老干妈爱好者协会 性格惨烈的讨论吃法 但是 老干妈和时装中这上关系 莫名有种打破次元币的感觉 这次在时装中 老干妈登陆了潮流买手电 拥有了一系列潮流单品 感受下这个老干妈唯一的时尚 简直惊呆了小妹 国酒剑系列终于 中国最火烂的女神 要同领时装中时尚了吗 最后 小妹也想关下大家这样的老干妈搭片 你们会考虑选择入手 开在身上吗 闪躊 跳 上 上 下 上 上